人力银行公布2023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整体排行榜中 占据前10名的学校分别是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科技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台北科技大学、政治大学、 府人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淡江大学 而排名前几名的学校几乎都拥有大量理工人才 反映当前的产业趋势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前四名里面呢 在这个技职学校呢 已经挤到了第三名 这也是可以显著的发现说 其实在现在蛮多的企业主 他们呢重视的是这个学生 他到底有没有实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是可以理论跟实作能力兼具的话 其实在企业主心目中就是最幼稚的人才 好这一次呢 所有的企业界还有学界都非常重视的 2023的这个企业最爱大学的 这个指标呢都已经结果出炉了 阳明交通大学是2021年的2月1号呢 是过去的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 合起来的成为一个阳明交通大学 那么阳明大学呢过去是三类组呢 我们讲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那交通大学在二类组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所以这两校学校的结合呢可以让所有的高中生呢都可以选择到他想要的不管是第二类组第三类组 甚至是第一类组的科系来就读 所以我相信未来呢应该是更多的学生会很希望来这个学校就读 那我也相信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呢应该会是企业很需要的人才 其实台课大这边向来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跟业界在那边讨论 然后开发所谓业界的资源跟厂商跟学校配合 不管在产学方面或是真正我们学生的培训的课程上面来讲 我们都希望能积极的跟业界那边的需求能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向来一贯的目标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配合我们自己的技职的精神 就是动手做那我想这个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在产业界人才的需求 在公立技砖排行部分台科大连续三年夺冠 而私立技砖则是治理科大稳住冠军大位 在技砖校院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到则是在这个公立的部分呢 是台湾科技大学第一名那其实也是常年一直在榜首啦 那大部分也是因为说呢持续的不断的在培养这些半导体人才 引发业界的瞩目哦不断都会有一些企业想要去抢财 那再来呢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 以及高雄科技大学胡卫科技大学 台北商业大学高雄参加局大学 屏东科技大学情义科技大学 还有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这是这一次技砖校院公立的榜单 然后再来排行榜私立的部分 第一名就是我们刚提到了致力于排行人才的治理科技大学 那再来呢德明财经科大也是因为呢 在目前后疫情时代 其实监通金融还有科技的这种跨界 跨领域的人才其实也是相当的受欢迎 所以在德明财经科技大学这边的一些校友们 在企业界评价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另外呢在明星科大龙花科大 其实在他们在工科领域的这些表现 都是相当的卓注的 其实在我们学校每年都不断的 在做所谓效果研究的分析 那在这个分析里我们发现 其实学生选择学校的一个几个重要因素 历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学校的口碑 还有就业率高 雇主满意度高 那同时呢学生也觉得雇主对于我们学校 学生的高品德也非常的满意 那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那就是我们其实从创校以来 一直都是在以上物为我们的发展主轴 那我们不断的去检讨在数位时代 商务科技跟创新的需要 那我们环绕在智慧商务 智慧生活等等相关的一些未来就业 职场能力的需要 不断的去检讨课程 创新教学 另外究竟是要选校还是选系 淡江大学副校长也给出建议 不管是专业就是选系或者是这个选校 我想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像淡江这样一所老牌的私立大学 我们有非常多的超过30万的校友遍布在各界 这个绝对在职场上对学弟妹是可以有所提息的 现在大学其实有一个区域化选校的一个趋势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其实在大学阶段 我鼓励同学们应该要走出舒适圈学习独立 所以如果能够选择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大学 而不是只是考虑离家境这个因素 我想对于自己的一个在大学时的一个学习 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人力银行也建议可以参考学校的注册率 通常也被视为选校的重要参考指标 如果毕业后要投身科技业 若有四大名校的协同 绝对是就职的优势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